大家好 我是陈喜君 欢迎收看华视新管杂志 去年11月我们曾深入报导 一名才三个月大的纯恶劣宝宝扫节 跨越200多公里到台北接受颅延重建的过程 今年8月底已经一岁多的小节 再度展开了求医之旅 这一次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全国鼎医师团队要替他进行恶劣修复手术 华视采访团队经过筛检与层层申请 获得医院同意再度进入手术室拍摄完整过程 小兔子的奇幻旅程续集一起来看 长大很多心得蛮疲惧的 至少他开上二语言以后妈妈变好 也不会说老人家叫他说请我请他爸爸那样 看一个学险比亲手把他做得好 最大最大的欣慰 看这些小朋友长大 今天爸爸好 好 大家很久 不散不住口罩 也是蛮久了 快一年 上次开完刀回去哥哥他们有说 有啊 有啊 有时候变帅了 然后他慢慢长大 因为他的那个疤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深了 虽然很多人就会说 他也变好看很多 2021年8月30日 纯恶劣宝宝小杰再度踏上跨越200多公里的求医之路 不一样的是受到疫情冲击 小小的身躯也必须经过PCR核酸检测 接着准备入院接受治疗 恶劣对于近视来说影响事实上是不大 小小朋友一定会找到他自己怎么去吃的方式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疫苗 时间开得晚了或者技术开得好 还是会没有办法发一个很正常的音队出来 那跟人家的沟通就会有障碍 那以后进学校的时候 在学习上面 在跟同侪的互动上面都会有影响 第一个体重够不够嘛 那体重现在目前很好的话 表示营养状况蛮好的 等一下我们还会测误学 就看他目前还没有感冒的情况 那恶劣的小朋友常常会伴随中耳炎 那这个年纪刚好中耳炎最好发的时候 这次他刚好耳朵情况还好 这个就好了吗 这个烫的 烫的吧 9公斤 快4公斤了 活泼好动使而露出蹭笑 可爱的小杰现在已经一岁三个月了 南山学步牙牙学语 个头变高体重变重长大许多 现在蛮皮的啦 他鼻膜会自己拆掉了 看到我们吃东西都会一直想要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跟姐姐哥哥他们一起要吃 那他现在会讲话吗 会吃的啦 就是茫茫啊 然后像哥哥他们尖叫他就会学着她尖叫完 就是尖叫声在家里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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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先天就患有 唇恶劣 当时才刚出生 三个多月 市民早产儿 必须带着牙盖板 以撑鼻器 进行唇鼻矫正 来自医疗匮乏的偏乡 治疗过程 充满艰难与挑战 我们全程记录发现 唇恶劣宝宝的诞生 若是家庭 面临就医压力 变得更弱势 蜂蜜香位于 花东海岸 是内政部定义的 属于偏远乡镇地区 交通生活不变 而医疗资源 更是相对匮乏 现在这里算是 封冰香的行政中心 居民生病了 只能仰赖 唯一的卫福部 花莲医院 封冰原住民分院 但是科别还是有限 显见就医难度 封冰香 有着一山半海的 天然美景 但交通跟医疗 却面临难题 全乡4300多人 只有一间卫生所 跟一间花莲医院 封冰原住民分院 以小儿科为例 一周只有两天门诊 实际走一圈封冰香 这里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仅有一间营业 超过半世纪的老药局 为了当地人 继续苦撑 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医疗团队 启动新生儿医疗外接行动 成为小杰 翻转人生的契机 小杰的颅颜 更展开围棋十天的增重计划 将小杰养胖 让手术能有更好的效果 历经唇笔修复成功重建外表 以及时隔月来 爸爸妈妈的呵护照顾 小杰的颅颜变得更加帅气自然 现在治疗期程将迈入第二阶段 已经牙齿都长那么多了 对啊 整个疫情整个都拖下来 我看还不错 发痕都稳定了 然后鼻型这样子也还不错 这次就等着看饿 饿做完大概大致上面就算稳定了 下一刀牙槽那一刀 到小学三年纪了 很久很久以后 好凶 现在都已经这么凶了 都开始走路了 北医路宴中心主任 陈国鼎医师团队 这次要替小杰进行的 是恶劣修复 恶劣主要会影响孩子的 口语表达和发展 像小杰这样的双侧性 唇恶劣案例 在唇鼻修复后 还得进行恶劣手术 接着九岁时必须牙槽重建 不过恶劣最佳修补时机 是在九个月到一岁间 因为疫情影响 与三级警戒医院降载 小杰的手术期 也一路从六月延到九月 这一次九月多 已经有点晚了 已经比较晚了 已经开始讲话了 我们希望开始讲话之前 就把口腔的结构做好 只能靠技术来补了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技术 事实上一次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 比以前传统的大 所以应该也不会说耽误太多 你很平衡 好像很跌倒 孩子笑 这次要上来 哥哥姐姐他们有出手了吗 有啊 她说好 加油 老三他以为说 像第一次那样 有要做救护车 我说没有 这样等弟弟回来 这样我就好 长途跋涉来到台北 小杰母子俩住进出租套房 每趟求医过程 对小杰与家人来说 都是煎熬 干嘛 还没有我就不然说 两两分钟 你不知道要进手术房吗 还是会紧张吗 会哦 它上面很空啊 如果用好的话 它就可以喝一般的那个奶瓶了 就不用用那个特殊的了啦 然后也不会说一直 从鼻孔这样跑出来 什么名字 我看得像是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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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爸爸心情上 他也是会担心的 因为他讲说 因为开上面的话 可能会比较慢恢复吧 比较不太好估计啦 停 你可以去走 成竹月产 中月产 更好 好 一一棒 一棒 你看這什麼 亮亮的耶 亮亮的 啊 啊 啊 好棒 慢慢來 啊 手下咯 你再幫我打一下 不用怕 沒關係 OK 純粒寶寶小節 距離去年11月 進行第一次的唇鼻修復手術 至今已經10個月了 而今天他要進行的是 第二項的手術 惡劣修復手術 我們經過PCR篩檢陰性 申請進入手術室拍攝 好吧 那你這邊這邊 然後 然後 修 好 長餐溝 手術過程 華視新聞雜誌全紀錄 三個小時 媽媽守在手術室外 而遠在花蓮的爸爸 也難免擔憂 小節的唇餓裂 是雙側完全裂 也就是裂縫 從唇鼻一路延伸到 口內的硬餓軟餓部位 因為小節的上餓裂縫偏寬 因此手術時的縫合難度 也更高 小節這次困難之處在於說 之前有 在開唇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 鼻牙槽塑型 那可是那個 只是讓上額的前方 可以靠近 讓我們嘴唇可以修復 它上額的後方的裂縫 還是非常寬 我們的上額修復 是用上額本身的組織 我們把它從骨頭上撥起來 都向中央移動 去在中央做壁合 那所以裂縫越寬的時候 縫合就越困難 那傷口有點緊 所以你後面的照顧 就是吃完東西之後 喝水的那些東西 很重要 一定要讓它的水沖乾淨 鼻子現在有跟同氣管 明天早上會拔掉 拔掉之後 看護膝順不順啊 那東西吃到好不好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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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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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得動 你哭得動 好 好 知道你不舒服 我媽媽抱抱 沒有哭 沒有哭 從年到大了 你心裡不在乎 不要哭 不要哭 上顎修復還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直線法 那有一個東西叫Z字縫合 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的肌肉的組合會更好 活動性會更強 所以它講話可以過關的機率 會高很多 比傳統的直線法縫合的 大概好了三倍左右 腳節線年紀比較大 要考慮到它又住在這麼偏遠的地區 每次就醫就這麼困難 所以我們就是 只要拼著用Z字的縫合 而二列手術後 還有一道關卡 術後 上顎腫脹 孩子的呼吸道變得狹窄 可能會呼吸不順暢 小潔也因為呼吸狀態不理想 再度裝上鼻子通氣管 原本預定出院的日子 兩度延期 留院觀察 那現在呼吸都還好嗎 然後睡到一半 呼吸三次就 又跳起來 然後又往另外一邊這樣 就是一直哭 那時候我還以為說 是什麼 我們看哪裡部宿還是喉嚨痛 結果醫生走上來就說 是他一定會有這樣的狀況 傳不過是正常的 昨天是比較嚴重一點點 爸爸有說什麼嗎 他就是有哭啊 就說哎呀 讓他受到這種手術的那個 一種痛苦啦 你只是到晚上的時候 呼吸突然那個不順的時候 至少說他開善餓 讓他的語言以後媽媽的會變好啦 就是說也不會說讓人家的時候笑他 說講我像他爸爸那樣的 現在還在餵呢 他剛剛又肚子餓了 是一個飲食 就是營養夠 他肉就會長得好 傷口就會長得好 那第二個就等他那個傷口消 要怎麼呼吸順 就這兩個事情而已 北上九天 小兔子的奇幻旅程 將再次落幕 小潔終於可以出院回家 我覺得做這行最大最大的欣慰 就是看這些小朋友在長大 那到我現在的年紀 其實這些小朋友 都等於我的孫兒了 你等於是自己看一個有缺陷的 你親手把他做好 然後當然爸爸媽媽也是很盡力去照顧 當他們每次他們在群組上 像貼照片 其實我看我都蠻開心 如果說要謝謝 還是謝謝陳醫師 要隨時都有聯絡我們 還有很多人關心我們的 爸爸這樣 你不是會 爸爸 還要給我抱 還要抱 一直給我抱 讓我抱走 對小潔來說 他的人生相當特別 就是每一個醇油類小潔 都可以有他的機遇 那我也祝福他將來人生 可以很順遂 畢竟他到現在為止 雖然是剛開始是很艱困的環境 可是這兩個手術都很順利 我希望他以後人生以後 跟他的手術一樣都很順利 小小的年紀特別的機遇 我們透過鏡頭一次次紀錄下小潔的成長 又分享了這個家庭的故事 小潔相較其他孩子 看似較為辛苦 卻也多了幸運 突破逆境 期盼他未來的人生 充滿陽光與溫暖 健康長大 平順安好 深入偏鄉搶救純惡劣寶寶 再次我們要向醫護人員致上敬意 也祝福小兔子未來健康安好 下個單元採訪團隊要前進桃園女子監獄 來關注另一群生活在鐵窗內的小小孩 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